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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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被安排住进了一座别墅 这座别墅本来是一位公爵的宅子 有专门的管家 就连打扫卫生的女仆说的话 都是德国上层社会的沙龙里说的话 赛金花毕竟年轻 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兴趣 除了照顾丈夫的起居 剩下的时间 她竟然偷偷地跟佣人学起了德语 和德国的宫廷礼仪 有一天宫使馆收到了 德国皇室发来的请 邀请洪宫使和夫人参加 德国皇帝举行的宴会 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宴会 由74岁的首相比斯曼主持 德国皇帝要出席 皇室和内阁官员都要到场 这样的外交场合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脸面 稍微出点差错 那丢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脸 洪宫使心里纠结呀 到时候带不带太太去呢 不带吧 没有礼貌 带吧 这赛金花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别回头做出点什么出格的事啊 赛金花 他知道洪宫使的顾虑 他直接说 放心吧老爷 我是不会给您丢人的 宴会即将开始 洪宫使邪夫人身着 华丽的清朝朝府走进了宴会厅 众人的目光顿时就被这两个人吸引住了 德国首相比斯迈高兴的迎了上去 伸出手说 欢迎您来到德国宫使先生 洪军上前庄重的一座衣说 参见首相大人阁下 等到介绍赛金花的时候 赛金花走上前 行了一个夕阳的屈膝礼 然后他用德语说 这意思是说您好 首相大人 听到赛金花说德语 站在一旁的洪宫使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从花船上领回来的小姑娘 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德语说得那么流利 首相比斯曼更是眼睛一亮 他低头吻了一下赛金花的手 笑着说 夫人 您比传说的更美丽 而且您的德语也很棒 赛金花的脸微微泛红了 他说了声 这个时候乐队奏响了 德国国歌 德国皇帝和皇后 在大家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比斯曼走上前 陪同皇帝皇后 来到各国世界面前 一一介绍 等介绍完毕 华尔兹舞曲响起来 不会开始 那些欧美的贵宾们 很快就男女相邀 随着音乐纷纷起舞 红绝 看到这个唱片 就皱起了眉头 抛起了头 他对洋人的跳舞 是最看不惯的 男男女 摟摟摟摟 成何体重 他拉起了赛金花的手 就要退场 刚走到武士边 一个洋人 像赛金他身边的红公室 军了个宫 这是什么意思 红军就算再不懂理 这点他还是明白的 这个男人想邀请赛金花跳舞 最重要 让他跳 他会跳 那么小小走路都费劲 这要是摔个大把把 大清国的脸面可就丢打了 不能让他跳 哎呀 不行 这不太心理 找出去 大清帝国的脸面 还要不要 红军正在犹豫的时候 赛金花撒开了他的手 跟着那个洋人 就走向了武士的中央 红公使的心 都要提到嗓子眼了 这赛金花 你什么都不懂 你跟着人家上去干什么呢 你会跳 看来今天这个人丢丢 红公使闭上了眼睛 他不敢看 可是赛金花 好像一点都不紧张 他还学着洋人拎着裙子的一脚 一说小脚一切 后颠着骨子 跟着那个洋人有模有样的 唱了起来 看着都愣了 小脚在前面 小脚一切都不扭认 跳的还真到位 和红公使对这个三义太不同 刮不相干 不光是红公使 其他的来宾也都停下了自己的舞步 把目光投向了赛金花 还为赛金花鼓起了掌 看着中国公使夫人翩翩起舞 德国皇室们觉得 他们必须要重新开始 审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 他们在赛金花的身上 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 中国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 转眼三年过去了 红公使不辱使命 他带着妻子赛金花 和他们两岁多的女儿回到了祖国 可以说在欧洲的那些年 是赛金花有生以来 最快乐最辉煌的日子 他收获了知识 赢得了尊重 还有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然而中国有句古话 或惜福之所以 或惜或之所福 回国后 一场厄运正在等着他 1893年 红军病死 留下了一家子 没有自立能力的女人 为了节约开支 再加上早就对赛金花 看不顺一人 红夫人把赛金花 赶出了猴子 但她说什么也不让 赛金花带走自己的女儿 从此赛金花和女儿 天隔一放 为了能够生活下去 赛金花在上海 赶起了阿波达 她改名曹孟兰 以曹孟兰书彧挂牌 开始揭克 清末明初的上海 书彧是妓女中最高级的一等 非常讲究排场 书彧的挂牌主人 其实就是老母 她自己不顺 因为有着状元夫人的名号 短短一年 赛金花就成了上海的女儿 当时谁要是能够在赛金花的书彧 请客买酒 那就特别的有身份 特别有面子 可是好景不长 赛金花重操就业的事情 不久就被洪家人知道 他们认为 赛金花太不要念了 老爷堂堂五品官员 尸骨未寒 他就干起了这种 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不存心给老爷脸上抹黑吗 于是 洪家大造舆论 痛骂赛金花 本来赛金花的这个名声也不是什么体面事 被这么一折腾 她在上海也没法待了 只好北上来到北京八大胡同重新开张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 赛金花这个女人是很有经济头脑 从哪看出来呢 就从她对自己品牌的使用和宣传上就能看出来 你看她走到哪都会把状元夫人和宫式夫人的照片带 她结交了不少上层社会的有头有脸 没多久她便重振归名 容灯八大胡同的头发交易 赛金花从小成长于风月之地 命运又很坎坷 所以这个过早承担着生活重担的女人身 有很重疆武器 她为人豪爽 性格善良 好打抱负瓶 为了保护自己 让自己看起来像爷们儿 她经常是一身男人的装扮 因此京城里的人给她起了一个万号 赛二爷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赛二爷早年在欧洲的阅历派上了用场 当时她是八国联军统帅 法德西将军面前的红人 她甚至和这个比她大40岁的男人 一段扑朔迷离的绯闻 八国联军总司令 烟花流向奇女子 她们之间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为何她能成为慈禧太后的救命稻草 我们堂堂大清国的太后居然需要一个妓女来救命 这事传出去 成何体统 堂堂大清国的太后 难道连一个妓女都不如吗 明人大信信正在为您讲述的是 重身轻荣的壮业夫人赛京花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啊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一路喜逃 有什么别人办不成的事情 他能办成呢 对于赛京花和瓦德西的相识坊间流传的版本 有的说赛京花其实早就认识瓦德西 他们是在洪宫时去德国期间 在一次舞会上相识的 他们一见钟情 当天晚上一曲共舞之后 就在舞厅外面花园的月色之中 相拥亲吻开始了非同寻常的朋友关系 也有的说法是啊 在德国一次踏青郊游当中 赛京花乘坐的马车 马突然受惊了 谁也控制不了 一直往前狂奔 突然 一位年轻的德国军官非奔而来 貌似拦住了金马 让赛京花围脱鞋 这位年轻勇敢的军官就是瓦德西 这两个传说啊 情节很生动很浪漫 简直就是好莱坞电影当中最常见的情节了 前者是才子佳人 后者是英雄救美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在赛京花后来的自传里 他真提到了这一段 当时瓦德西的部下发现了赛京花会说德语 还发现他有一张和德国皇帝皇后的合影 于是就把他带到了瓦德西的面前 而那个时候瓦德西跑了 瓦德西就住在中南海里 见了面之后 瓦德西好奇地问赛京花 你到过德国 小时候同洪钦差去过 洪钦差是你什么人 是我姐夫 赛京花撒了个谎 对于他为什么撒谎 其实可以理解 兵荒马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万一知道他是原来的祝德公使夫人 恐怕还会引来更多的麻烦 瓦德西一听 他和洪公使有关系 就有了一种他乡欲故交的亲切感 两个人是越谈越高兴 越谈越投机 一兴奋瓦德西就把赛京花 留下来一起吃饭 此后赛京花就和瓦德西有了交情 关于赛京花和瓦德西的关系 几乎所有的书中都认定 他们有非同寻常的朋友关系 就连鲁迅先生都说 和德国统帅睡了一段时间的赛京花 也早已成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传闻传得是有鼻子有眼的说 赛京花天天夜夜和瓦德西一同睡在紫金城的炉床上 突然有一天睡到半夜 朝起火来两个人是光着身子从紫金城的大殿里跑出来 赛京花日后对这些说法都极力承认 不过他当时也确实不时的和瓦德西两个人一人骑一匹马 招摇过世 有时候确实睡在瓦德西的营地里 至于在营地里是怎么睡的 那咱们就不好瞎猜了 对于那次失火 赛京花还曾出面做过解释 他说瓦德西虽在宫里 可他并不在店里睡 而是在大店旁边搭起了一个帐篷 办公睡觉差不多都在里面 那次失火是因为几个兵士不小心 损失很不小 把一个参谋掌烧死在里面 赛京花这么一解释还不如不解释 就算你说的都对 可是瓦德西的衣食住行 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呢 有人考证出了瓦德西的生族年月 他生于1832年 死于1904年 比红军要大八岁 率领德军到北京的时候 已经是68岁的高龄了 而那个时候赛京花才26岁 也就是说由于这样的年龄差距 他们两个人之间 发生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小 不过瓦德西确实很喜欢赛京花 自他认识他以后 几乎每天都要把他接到兵营里来 天南海北的聊天 一天不见赛京花 华德西就浑身不自在 不用说这次谈判使得赛京花的名声更大 他相当于是慈禧太后的救命恩人 当时不知谁还写了一首大游诗 千万雄兵何处去 救驾全平衣女娃 莫笑金花颜太后军人大可塞 按理说赛京花救了慈禧 救了大清国 人们都应该感激他 赞赏他 可是是愿意 这事给他热了大 和谈之后 八国联军撤出了北京城 瓦德西江远走了 慈禧太后回来了 回来不久啊 慈禧下了一道意志 一定要把赛京花 缉拿赛京花又回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她是慈禧的救命恩人 太后老佛爷却要除掉她 我堂堂大清国的太后 居然需要一个妓女来救命 这事传出去 趁何替她 她是百姓心中的赛二爷 活国有功 却为何老无所依 最后 每月八角前的皇军 都说不清 皇军还去法院告诉赛京花 请继续收看 明人那些信之 风华绝代赛京花 被逐出北京城之后 赛京花又一次回到上海 重操旧业 曾经和他传出绯闻的瓦德西回国之后 也曾经给赛京花写过一封信 信里 他以一个多年好友的身份 对赛京花表示了关切 不会书写德文的赛京花 并没有回信 之后他们也就断了联系 后来赛京花又经历了两次婚姻 第一次他嫁给了一个姓曹的 沪宁铁路鸡茶 名分依然是切 可是好久不长 刚刚才是出头的曹鸡茶 他在数月后突然暴露了赛京花之后 又做回了老本 挂牌健康 也许是老天垂脸 三年之后 将近五十岁的赛京花 遇上了一个真正把他当作妻子的人 这个男人叫魏司令 他当时是江西省参议员 见明正庭庭 魏司令 与家里正气已经断绝了关系 因而可以和赛京花光明正大的结合 两个人婚后带着仆人一举北京 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可是这次婚姻也只持续三年 一九二一年魏司令因病离他而去 赛京花不得不又一次干起了老本堂 魏司令死后他住在居人里十六号 门口挂了一派海饼 江西魏玉 自称魏照领飞 在居人里他过了十二三年的隐居生活 把祭司全部划忘了 便最后 北越八角前的房租都护起 因为拖欠房租 房东还去法院告知他 法院的判决是被告 故于一九三七年就立端午节前搬出 不过他没有等 韩军首相一九三六年 赛京花就必死在老区域行留 要不是社会各界的捐助 他都无前相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